跟着太阳哥带您吃火锅 三月份了 一定要来三阳三羊庄 现在三阳三羊庄马上开始羊粉节 对吧 原价99一间的羊肉 手巾只要三块一毛三 如果想吃赶紧来 三月份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去吃三阳三 因为他们每年三月十三号的时候 都有羊粉节 对吧 今年也是有 然后呢 今天我们来的这是三阳三羊庄的亚运村点 今年的羊粉节又有一个更厉害的活动了 一斤重的羊排只要三块一毛三 只限三月十三号 三月十四号十五号就是三十一块三 你要是三月十三号排不上 那就没办法了 反正我们每年我们都要吃好多次三阳三羊庄 然后因为我们确实对他们家的肉非常感兴趣 今天我们也是点完了 这一盘肉也是要下进去的 只不过为了给你们录 所以没把他们下进去 现在羊肉已经煮成了 我们就等一会儿 肉先煮着 然后我们就先吃点别的 对吧 亚运村店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 就是这个 他们这自制的手工酸奶 哇塞 这个感觉它就应该很厚实 固体的已经是成固体的这种 奶香味特别足 但是酸味没有那么重 这还挺好的 就三十三羊庄 虽然都是这个牌 但是每家跟每家 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不同点 比如像这家就有酸奶 有他们自制的果茶 这是他们家的羊肉串 虽然每家都有每家特色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就是他们的羊肉非常好 所以这个羊肉怎么做都好吃 这就是内蒙烤法的羊肉串 通过这个羊肉串内蒙知 他们家烤箱的火很棒 这个外皮已经烤得焦错样了 这叫焦麻乌鸡爪应该 本身是焦麻鸡的烤法 然后用鸡爪子做的 而且全部都是脱骨的 这就是我的福音 不辣 一点都不辣 这个是真的好吃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还是有点辣 肉还没有煮好 但是已经开锅了 那现在就是 三高三最传统的一项喝汤 它正常四种喝法 但是咱们不喝那么多 咱们就两种 我给你们找两种 最好喝的方法就行了 第一个就是香菜加香葱 这种喝法我觉得就非常万能 你知道吧 怎么喝都没问题的 怎么自己还会动呢 不过你就看 你就这么看就知道它这个汤有多清 哇塞 吃的是野草 喝的是泉水 所以羊肉非常鲜 没有腥味 第二种就是比第一种还好喝的 这就是天底下最配羊肉的东西 韭菜花 而且三高三羊羹这个韭菜花 都是野生韭菜花 用这个羊汤一漆 整个这个韭菜花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只要喝这两种足够了 这是他们家的蜜汁蘸料啊 要倒一点汤 然后用它 和开以后 蘸他们家的羊肉 里头有黑芝麻 白芝麻 沙葱 胡椒粉 剩下的还有啥 我就不知道了 没记住 我们点这个里头三种肉 对吧 羊腿 羊五花 还有羊排 你看这个五花肉 我塞 肥瘦香肩 而且以前没吃过 以前都是上脑 然后今天就是服务员说的 说推荐我们尝诺五花 说五花特别香 好吃 之前咱没吃五花 咱吃羊羊脑都是嫩的 但是它这羊五花吃起来 有点脆劲 而且那个筋的感觉很明显 而且除了肥肉的香 你还是能吃到它那个弹牙的口感 这还真厉害 这是他们家的羊排 而且你看这个大小 你就知道这是只小羊 其实羊排应该什么都不蘸就很好吃 羊排就什么都不蘸了 直接这么吃 只觉得呢 白嘴吃你是能吃到羊肉 本身的这个甜味的 浓浓的肉香味 淡淡的甜味 因为它这个汤里头 你看有萝卜 有枣 有桂圆 这些都是有甜味的 所以它煮的这个肉里头 也是有淡淡的甜味 当然了 除了这个 它那边还有小料塔里头 各种各样作料 你想吃啥都有 你想吃北京风味的 潮汕风味的 其实全都有 我们就吃这种内蒙风味 这里头有一点盐 然后拿着这个盐味 直接煮它就行了 羊腿肉 这个羊腿肉活动那天 也是三块一毛三一斤 三块一毛三 我天 你去超市 就是也没人卖你 就各有千秋 这羊腿肉吃起来特别厚实 虽然没有那么多肥肉 但是吃起来还是很香的 羊腿肉会更有嚼劲一些 羊排是最细嫩的 然后五花肉是最香的 这三种肯定都没问题 来的话你就点这三种 绝对没问题 那边 这是现在四点多了 准备上着的那边已经开始不停的在剁羊肉了 我们已经吃完了 一共393 三斤半肉 当然有一份是比较便宜的 三块一毛三 趁着这个活动抓紧时间来 如果你们喜欢吃羊肉 又想耗这个羊毛的话 记得3月13号来这个313羊庄 313羊庄 3月13号羊腿节 原价99一斤的羊肉 首斤只要三块一毛三 14号15号是31块三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跟着太阳哥带您吃火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